这个孩子不是你亲生的 再给孩子验一次 我天天怎么一点不像 会不会是报仇孩子了 我是男人 是男人 就要勇于面对新的孩子 你行吗 你行我就行 你现在不给他找亲的 早晚会有大娃子 我们两家的孩子 报个错 我们想找个合适的气体 把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报个错 你少过来这一套 想骗走我儿子 门都没有 由我们断续出力 把对夫请来 进行调解 你什么意思 我老张 还到不了卖孩子的份上 那是我儿子 我是学美术出身 这孩子并没有遗传间的天赋 不过他打架倒是成在行的 咱们张家全部传二纪 咱们张家全部传二纪 我打架金人来 你得亏是我儿子 还想偷懒 照我这个话语 我真怀疑你胡子里啊 蕴藏着武术基因 降龙十八掌 B型 B型学人 绝不可能生出欧小学的孩子 快不得姜维云跟我离婚 原来你们俩早就有事 我们是清白的 刚才傅姨月来了个电话 他让咱们家打了也报错 实在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你们的错误至少影响了两个家 约六个人 你这是重新让我难看啊 我是替你给孩子 你给不了人 你想换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我真是不想让你帮我走 我哪儿帮我改不行啊 你当我是小孩啊 你本来就是小孩 我是男人 是男人 就要勇于面对心理男生 Convener 民众 郭老师 天天 又来报道来了 这次用的什么功夫啊 是扫堂肚 还是影老公啊 我看你啊 直接就上武孝德了 谈夏天 这是谁也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你一个月给我打了三个同学 谁都打不过你是不是 我看你爸能不能打得过你 老师 您这叫借刀杀人 这会儿会用成语了 你自己说说 数学 语文 音乐 美术 哪个老师喜欢你 你自己说说 体育 我就想着吧 先接触接触 看看那男的咋样 完了吧 我老公还整个我有错 现在天天晚上在外面喝酒 喝多了回来就砸东西 完了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跟我整这出没用 谁好谁坏孩子心里清楚 我现在就想不明白 行了行了 我听明白了 这点事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多简单呢 你结婚七年 嫌弃你老公正的少 正好这时候呢 有个条件好的追求你 你想跟你老公离婚跟他过 您俩现在天天在一起约会你呢 但是呢 你又想给自己找一个道德的支撑 所以埋怨你老公不好 不就这意思吗 不是 谭老师你听我说 不是什么呀 大家伙都在这听着呢 那我 别说话 听我说 首先 作为一个女人 你不懂得接身自好知道吗 你不是还没跟你老公离婚吗 那他除了穷 不是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吗 那这时候有人出来追求你 你不觉得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拒绝吗 还接触接触 你这已经是出轨了知道吗 第二 第二 虽然他穷 可是他每个月不是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了吗 一个男人 把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挣的钱 一分不差的交到你手上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第三 甭管现在谁追你 你要真想好了 你明天就去跟你老公离婚 手续办完了 自己干净了 再跟别人接触 听明白了吗 否则这两个男人 你觉得你对谁负责任了 凭什么好事都对你站着呢 最后 这件事要是让你孩子知道了 你觉得你还有脸当他妈吗 但是 但是我现在很犹豫 你还犹豫什么呀 错全都在 你听明白了吗 好了 别在这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好 就这样再会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 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 那么刚刚这个电话 我想大家也都听明白了 做人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你要是连原则都没有了 你就是再有钱再成功 你都是人生的输家 好了 明天下午三点和晚上九点 请您准时锁定FM97.6的谭明说事 跟你摆持时讲道理 我是谭明 听众朋友们再会 怎么样 那还要说呀 谭那主事可是咱们台里的收听保障的 哥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现在人都怎么了 非得打电话过来挨嘴骂他 就这么舒服吗 我是在教大家追求真理啊 这种真理节目呀 也就一种他能想得出来 讽刺谁呢你 我我我我我没有一套 我这个叫当局者迷 别看是家常里短的事 摊上谁 谁都犯迷糊 是是是 你问问谭老师 他是单身爸爸 是不是也犯晕 我可没事 我儿子聪明着呢 哥 看你激动什么呀你 我我去给你拿纸啊 没事 行了 吃了 来 我跟你说点事儿 马上你中考核了 咱们频道的收听绿任务 估计没什么问题 可就是成熟还差点 你想想办法 摸了广告 把这块硬骨头啃了 老黄马上退休了 你懂的 谢姨子 好 接吧 哎 丁老师您好 请您赶快来趟学校 您儿子又把人给打了 丁老师这都是天天画的 这才是他画的 我是学美术出身的 看来呀 这孩子并没有遗传您的天赋 不过他打架倒是挺在行的 那不当 我从小就不打架 他应该也不会 不会 李宾森 告诉老师你几年级了 四年级 看到了吗 一个一年级的 把四年级的给打成这样 您还说他没有天赋 夏天爸爸 我带的班级都是年组第一 我并不希望夏天这样的孩子 为我的班级体抹黑 还有啊 像你们这样的单亲家庭 不可以作为不管孩子的理由 等等 丁老师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不可以不管孩子 不是 再往前 什么叫单亲家庭 什么叫像我们这样啊 您这个可是有点歧视了啊 什么叫单亲 他妈又没死怎么单了 再说我们没不管孩子呀 您又没跟我们一起生活 您又没住我们家 您怎么知道我们没管孩子呢 我最看不惯动不动就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咱们今天只处理天天打架的问题 好吗 您说从我刚进屋 您就攻击我们家族的基因 现在又攻击我跟我爱人的婚姻关系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怎么了 儿子 爸 儿子 怎么给打成这样啊儿子 这是团夏天的父亲 娘 你就害他爸呀 对 打我儿子的事怎么说吧 先生 有件事你得搞清楚 我儿子打了你儿子 跟你儿子没打过我儿子 那是两个事 啥意思 如果说我儿子单纯打了你儿子 那是我儿子不对 可你儿子跟我儿子都动手了 你儿子没打过我儿子 但是你儿子没本事 不能怪我儿子 总得有剩的一方法 不可能 我儿子这明显就是没还手 输了就得认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你不承认也该变不了事实 我还就不信了 怎么着 您的意思 让他们俩再打一架 爸 我 我打卧槽 个死孩子 这么着吧 让他俩掰手腕 你儿子要是赢了 我也就认了 我儿子要是赢了 你就得赔钱 两位爸爸 要不然我看着 来 谁的问题谁解决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儿子 儿子 加油 加油 用力 用力 好样的 坚持 用力 坚持住 用力 好 好 好 挺住 好 儿子 挺住 好样的 坚持住 用力 好样的儿子 孩子 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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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大夫 孩子没事了 没事 梳枝咽呢 他怎么就晕倒了呢 这个很正常 现在很多小孩都立样 没事 梳枝咽呢 那得注意点什么呀 你说孩子好好 他就晕倒了 我是挺担心的 对孩子嘛 每家都一个 单线很正常 放心吧 说这叶呢 不是大夫 我得知道他病根在哪儿 我好比他智啊 是 这不智呢嘛 可能是血糖有点低 可能是没吃晚饭造成的 嗯 我我不是说了 说这叶呢 不是你这可能 我得怎么理解啊 这个血糖的叶啊 现在孩子很普遍 免得都不爱吃早饭嘛 啊 或者跟遗传有关 你什么人选 我 必行 他妈呢 哎 必行 怎么了 怎么了大夫 这不科学啊 哎 小白 哎 谁给验血啊 副大夫给验的呀 哦 没事了 我啊 先给你普及个医学常识 就是 B型血和AB型血 绝不可能生出O型血的孩子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您正常说就行 你听我的啊 我看咱俩的年龄差不多大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啊 这个孩子 不是你亲生的 副大夫验了一辈子血了 错不了 李太太在结婚前 有没有跟什么人 你孩子才不是亲生的呢 你才戴绿帽子呢 你看你别急啊 血清热不能万象说明问题 我建议你啊 去做个地 你们肯定弄错了 这点事怎么能弄错呢 你还不信大夫啊 再给孩子验一次 我跟你说没那个必要啊 再给孩子验一次 来吧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 这肯定又是畅准的 转转 你自己再来玩会儿啊 爸出去有点事 谁啊 你怎么来了 老外呢 吹着呢 唐明 你干吗 你给我站住 你干吗呢 唐明 快出手 站住 快放手 说天天怎么一点不像我 我怎么就没想到 怪不得姜维云跟我离婚 原来你们俩早就有事 我们是清白的 你无耻 你嗡嗡 唐明 我还跟你说几次呀 我跟老外是前两年才认识的 那都是咱俩离婚以后的事了 这是老外的亲眼报告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去行 连老外呢 连老外都不是 连老外都不是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真是没看错你 出去 江美英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 我看错你了 我看错你了 你等等 会不会是暴躁孩子了 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也不想看到 那段时间 医院在做人员上的调整 随着排班就搞得很混乱 贾护士长 查到了没有啊 你可得要负起责任了呀 我们一定要给人家一个交代 我还有个会 院长 我找您哪 对对对 是找我 是找我 怎么着 你们医院出了这么大错误 想溜啊 行了 我们就想知道孩子的下落 大家先别急 我找了找当时的资料 这家人姓张 全家是农村户口 这个是他们的地址 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 你们怎么就能把这件事给搞错了 你们这帮 实在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确实是他们护士部门的错 你们的错误至少影响了两个家庭六个人 是 院长 这件事我看你们的解决态度 有些问题 道歉没用 怎么办 你想把天天换走吗 你说什么 你想换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什么叫换不换 那本来就不是咱们亲生儿子 我可舍不得 都要那么大了 我一直当他是我亲儿子 你那叫愚昧 愚昧 愚昧 我怎么就愚昧了呀 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事 是不是也就过去了 说你这种稀里糊涂的人生观 你什么时候才能纠正过来呀 江美云同志 你人生观正 别以为我没听过你那节目 你说的那些言行 根本就是偏执 你又点评我的节目 房子打可我这了 你有什么时候点评 你懂什么 大道理一套一套 你现在糊涂 我不相信哪个男人 能接受你这种一片空白的女人 你说烦了吗 没有 就连你爸也懒得搭理你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他像模像样地 去指点别人的困惑 咱们今天只聊孩子的事行吗 不过我就问问你 你就不想见见你欺牲儿子吗 至少咱们得知道他在哪儿是谁 顾得怎么样吧 就这么着 行钱你还是再说 真是的 招呼谁了 你真是失败的人生 什么 我说你是失败的人生 你的媳妇儿子老爸 哪个关系你处理好了 你还不失败吗 你给我回来 我成不成功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说 那本书啊 卖得好 就剩那本了 要啊 就只能要那个 扯淡 爷爷 你爸算命人了 不切掉 他最近跟我妈见面很频繁 不怀疑 我爸后悔了 嗯 可我不希望他俩好了 妈妈现在跟万叔叔挺幸福的 嗯 那你平时听来的节目吗 充公 我想听 可是没时间 为什么 除了上学写读业 还有一大堆补习班 我都快累死了 嗯 来 全部给你打开 绝窍在于长时间 实际的过程 并精打开 爸 现在就走 再扔爷爷玩一会儿吧 求你了 这可不是一顿简单的快餐 和人们一样 面对看不到的事物 好怎么会发挥想象的 这就是支撑他们的动力 啊 画画这没必要写了吧 嗯 孩子没时间玩 我就是学美术初晨 他应该继承 你也没继承我什么呀 爸 这是两回事 是 我小时候您是没要求我学什么 但是咱们家没条件 可我自觉啊 我知道咱们家没背景 我只能掌握 比别人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才能出人头地 我这一路怎么走了 都您心里清楚 您知道吗 您儿子马上就要当主任了 说完了没有 可天天不一样啊 我这么拼命地给他创造条件 他就应该去探索更多的领域 将来 时间不少了 决定生死 但是 我跟你保证 我虽然是孩子的后吧 可是 我对他绝对没得说 什么东西好 我都给他买最好的 所以 他这种说法 让我没法接受 就是说 你现任妻子的儿子 制造了一场假离婚 把钱拿去给他亲生父亲 盖房子了 对吗 对啊 我现在就想起手 但是 又不想我老婆难过 很纠结啊 唐老师 这个问题啊 好 听众朋友 我们先进顿广告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我还不了解你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情跟法是两回事 要是像他说的那样 那就是诈骗 哥 你想 孩子小的时候 自然跟你亲近 等他长大了以后 知道自己的事了 那会怎么样 离你而去 远走高飞 任走归宗 你说哪样你管得了 我其实也这么想过 要我说呀 你们家天天也是这个理 你现在不给他找亲的 早晚会有大麻烦 说不定以后 拿着你给他的钱 给他亲爹买什么东西呢 这不符合你的真理准则呀 还是你了解我呀 那是 看咱俩这关系 还是我了解你们 哥 借我点钱啊 开公司给你 师傅那鞋呀 关系就跟你说 这关人怎么都不长眼睛啊 也不知道你急什么 师傅 我问您一下 张兴旺家住哪儿啊 谁啊 张兴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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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这个几口 第三个红瓦房 门口有个柴草座 就是他家 好好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都打几近了 冲雪要有力 一 二 一 二 一 同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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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吗 打完装 还有一个小时的沙子 看看 肯定是又来拜师的 咱们正家权不传二姓 你得亏是我儿子 还想偷懒 老太婆 开门 咱嘞 练 看吧你懒得 就知道了我和孩子 二 一 二二 一二一 你好 大姐 咱们 你们找谁 请问这里是张岐望家吗 是 有啥事啊 您是她夫人吗 我们想找一下您先生 啥夫人不夫人的 快进来吧 这些 老张 来人了 找你的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你好 您好 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九个是学生 这个是我的徒弟 因为我们张家全只船内 所以你们孩子来 也只能学点这个武术基础 老婆子去套茶去 张师傅 哪个是您儿子 打庄的那个就是全子 大蕾 再坚持十分钟 有件事我得给你们解释解释 因为我们张家全只船内 所以只有儿子才能叫我师傅 他们是叫老师的 看着比天天大 对 天天饿 就这个打庄啊 打庄讲究特别多 首先呢 你下盘得稳 张师傅 然后呢 张师傅 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庄 停 我们不是来学全的 那你们来干什么 有些话 当着孩子的面不太好说 您看啊 停 休息十分钟 出去玩会儿 张师傅 我们是专程从势力赶来的 来的目的啊 就是想跟您沟通一些事情 单讲无妨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您有没有发现 您的孩子跟您长得不太像 啥意思 就是说 您觉得您这个孩子 他是您亲生的 你放屁 那我老婆子 可是首富道的人家 你 怎么了 怎么了 好好说 你们先别着急 您听我把话说完 可能你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但是这件事 咱们两家都是受害者 您的孩子是零九年三月四号出生的吧 出生在市复营医院 不是 他六叔在那儿当保安队长啊 我们孩子也是那一天 在那家医院出生的 你看 前段时间我们孩子在体检的过程中 发现他的血型跟我们俩完全不匹配 于是我们就到出生医院去查 结果发现 是我们两家的孩子 报错了 报错了 对 报错了 也就是说 你儿子是我生的 我儿子是你生的 不不不不 你等等等等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儿子是我亲生的 我儿子是你亲生的 没错 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跟你们沟通这个事 我们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把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换回来 你不是说就看看吗 怎么这么快就要把天天换走 你别说话 听我说 孩子留的是我们身体里的血 您教的那些全要长啊 那不是也不传外星吗 那就更不应该传给刚才那个孩子了 因为他本该姓谭 你放你奶奶的狗臭屁 你在这儿嘚不嘚 嘚不嘚说两句 我凭啥信你啊 您信不信我不用啊 白纸黑字怨证明在这儿写着呢 你少过来这一套 想骗走我儿子 门都没有你想的没 不是 我儿子 你是来找茬的吗 滚出去 不是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你 讲理 滚 滚 滚 你给我松手 松手 我松 松 疼 疼 疼 你松手 松手我走还不行吗 行 就你这学了三脚猫的功夫 你就在这儿跟我要羊威是吧 你等着 你等着 滚 走 公安拜你 我们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就算对方的家庭不同意交换 但谁会对自己亲生的孩子 没有一点兴趣呢 这样由我们院方出面 把对方请来进行调解 先不说换不换的事啊 先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孩子 先接触接触 谁跟他接触啊 不是一路人 谭明 这事医院比你有经验 今天你确实太着急了 咱们就先接触接触 接触 行啊 那就先接触接触吧 好 好 我跟他爹商量商量 商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也走了 我说我搬桌子 不说相声 观众说了 看见你就不行 好吗 哈哈哈哈 哎 哎 你咋啦 给双咋了茄子似的 刚才复游医院来了个电话 哈哈哈哈 医院 就是盛大雷的那个医院 他说咱们家大雷报错 真报错了 医院说 让咱们明天带着孩子 两家人见见面 商量商量可该咋办 我来出来这个 哎呀赶紧 您来晚了 好吧 把他推下去了 已经踢去了 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 我 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 啊啊啊啊 急得我没法没法的 是是 我找我的朋友 干嘛呀 退钱 天天 你怎么还没睡啊 哎 这不是我的画板吗 你从哪找出来的 我想了想 画画班 你还是给我报了 哎 少了几天就少了几天吧 少了给你添乱 我先练练 要不上课 同学们还得笑话 笑话我我还得打他 你怎么就知道他家啊 我真怀疑你骨子里啊 蕴藏着武术基因 真的吗 我也这么觉得 翔龙十八掌 哇 哎呀 儿子 你真厉害呀 哎呀 想不想嘛 一身酒气 你少喝点想不想 小子 你懂什么呀 这叫应周 应周呢 就是你本来 你什么时候也应周应周五啊 你都跟谁学的 我知道 你一天安排我学着去那 就是因为你没时间陪我 你懂什么呀 我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将来 儿子 别去修好 别凑我了 我说去了就会去的 真的 真不用去了 明天啊 带你去见尾叔叔 他会武术 你可以跟他挂过招 那他会想弄十八掌的 应该会吧 扯啊那都是假的 你当我是小孩啊 你本来就是小孩 我是男人 是男人 就要勇于面对新的开始 你行吗 你行我就行 来 来 请进 待会儿来请进 门兄 来了 村里边修路 得绕着一大圈 来晚了 没事没事 气色不错呀 来来来 坐坐坐 快快进来坐 来 来 请坐 坐坐坐 这就是没说的 灰公主的老头 是啊 看着嘴上熟小吧 天天 知道这是谁吗 天天 快问好 博博好 什么博博啊 叔叔 护士长 赶紧带孩子们出去转转去 来 天天 来 过来 大雷走 我带你出去玩去 走 走大雷 事情大家伙都清楚了 我们院放啊 不必多言 有话就直说吧 好 那我就直说了 上次啊 人家小谭觉得 特别不好意思 这不 非要把你们约来 当面的 表示表示 好 对 上次啊 我说话急 没顾及您的感受 表示一下 不成敬意啊 看来你是 真的想打我儿子的主意了 那是我的儿子 不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别别别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咱 咱们干嘛这样非得呢 我老张 虽然是一介五夫 还到不了卖孩子的份上 愚昧 这叫社交 你懂吗你 有俩臭强 你了不起是吧 你亲自不要我还要呢 冷血动物 你才冷血动物呢 两位爸爸 两位爸爸 不是 两位孩子的爸爸 咱们何必这样啊 家人夫 有问题可以讲理 动不动就动粗 我想这儿违背了您 练武的初衷吧 我跟他讲理 您从农村赶到这儿 不是为了打架就走吧 院长还在这儿呢 外面再怎么说 您是您亲生儿子 您不得不承认吧 我们今天不为别的 就为了孩子 也把话聊开了 不行吗 您就消消气 都是大人了 有什么问题 不能解决的呢 再说了 我们也没说 非得把孩子换回来呀 这不是说先看看吗 您说呢 你要这么说 还差不多 认也好 不认也罢 这孩子身体里 毕竟流的是您的血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家也商量了一下 先不说换不换孩子的事 但至少我们要给 两个孩子一点 跟自己亲生父母 单独相处的机会 免得以后孩子大了 什么都懂了 反倒怪我们 您说呢 那怎么单独相处 这样吧 以后每个周末 我们双方都带着孩子 出来见见 互相呢多接触接触 这没准以后见多了 互相都产生了好感 有可能你还喜欢上天天呢 您说呢 这 我看行 我也不会说话 可我觉得你说的 确实是这个理 等孩子们长大 也都知道了 行 这个办法挺好的 那我们就农村一周 城市一周 两边的生活都过过 让孩子们也高兴高兴 行吗 就这么办吧 您倒给个话啊 我举双手赞成 行吧 就这样吧 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 天天 你先回家自己玩会儿 我跟你妈说点事儿 工作上的事儿 好容易过个周末 又把我椅子晾着的 好容易过个周末 又把我椅子晾着的 太明了 我舍不得天天 谁舍得呀 能那么大 在我心里 他就是我亲儿子 我不想把他坏走 你看他刚才的样子 两个眼睛巴哒巴哒的 看着我 我真不知道有一天 他坏了别人家去了 他该怎么办呀 他怎么能是别人家的 哪是他自己家 我也怕我洗完烧大泪 我不想在他们两个 直接做选择 真的 弟弟 来了 来来来来来 快吃快吃 大泪 大泪 吃啊大泪 来来来来来来 你干嘛 老张啊 这孩子爱吃你让他吃呗 你看你这坑咔的 没吃过汉堡吧 真是太可惜了 你要在市里啊 你每天都能吃到 老张这我得说你了 你说市里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你没事带他多体验体验的 这有啥 我觉得呀 这就像是那个没封口的包子 汉堡是汉堡 包子是包子 这人纵闻事实较劲 不是 挺好吃的 你也尝尝 你快吃完老张 待会儿凉了 管我干啥 这西洋玩意儿 我就是吃不惯了 来他来 这也给你 吃 别给他了 你自己吃吧 没事没事我不饿 还在吃让他吃 孩子知道谁好谁坏 你们玩玩吃啊 我出去转一下 叔叔 谈叔叔叔说这游戏听话 走 走 小心点 快快点点 你这是诚心让我难看啊 我是替你给孩子你给不了的东西 甭管你认为谁是你儿子 有本事你也吐吐疯疼了 走吧 孩子面前啊 咱俩还得是朋友 快点快点快点 这还有 这边这边 那 那儿 那儿 快点一个 再来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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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啊 这局上我的 朋友 我们在这儿等半天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能不能玩点别的 别老站在这儿 那请问 我凭什么能把这个位置我 我要让给你啊 就凭我不让你们玩了 别怕孩子有你办法 我警告你 把球给我捡回来 你俩这么多废话 找打是吧 松手松手 我跟你讲理呢 瞅你这什么样 我今天就不讲理了 不是你怎么这样 这样这样比喽比喽是吧 你给我打你 别动 作为一个父亲 得给孩子做一个好保样 听见没有 对对对对 走吧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不上手 我 收拾他吧 看来啊 当一个好父亲 光会玩还不行 走 那边有个好玩的 什么意思 他投进来 来 这招太厉害了 他那么高 怎么有不过你呢 这个呀 脚琴拿 这个人不管多高多壮 这个关节是最脆弱的 太厉害了 张叔叔 能教教我们吗 连琴 行 连琴 走不走了 行了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谢谢你们的招待 啥时候去咱乡下玩 不想去 好 这孩子 时间不早了 你们快进去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走了 大雷再见 再见 再见 就什么 就换过来吧 你们说话我都听着了 我哪包不敢 来不及吧 就是不要我吗 没有问题就完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是让你再见大雷 我跟你姓谭 我还就要把大雷给换回来 我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法律这个东西 人把你告了 传票 还真敢去告什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